下雪了 外面倒是安静下来了 在这世上 但就没有自由自在的人 谁又曾想过要回头呢 这世上越是有把握的事 做起来便越无趣 我只是一切角动风云的谋事 若是能凭我一己之力 就将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 送上宝座 岂不是显得我更有手段 我想选你 晋王殿下 心灵城中风云已起 派放殿下早做决断 多敌之路步步凶险 如果我们情绪不稳 思虑必会出错 殿下现在所需要的是纯尘 纯尘越多 权谋便越少 想要把恶贯每赢之人推套 难免会伤及无顾 甚至有些时候 还要在他们的心上 狠狠地扎上一头 一定要比他们更狠 否则稍有不慎 我们的大业就会万劫不复 如今这世上 心中有情有意之人太少了 因为人的心 会变得越来越厉 只可惜 这世上再好的药 也只能救命 却不能给人带来快乐 当真就像是一场噩梦 有些人会永远困死在里面 而有些人会醒过来 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 看来也该动用它了 既然他们要动用江湖势力 我就让他们知道 这个江湖到底谁做出 人素来只会被朋友出卖 敌人是永远没有出卖和背叛的机会的 因为我知道自己心里忠于的是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 殿下可知 皇上一旦知道 你在查七王旧案 定会招来无穷祸事 我知道 殿下可知 就算你查清了来龙巨门 对殿下现在所谋之事也并无丝毫益处 我知道 殿下可知 只要皇上在位一日 就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年蒙渊之人身上的无名 一神落在他们身上 其王一神是逆子 凌家一神是叛臣 而臣妃 他一神是孤魂野鬼 无牌 无畏 无灵 我知道 既然你都知道 还是一定要查 要查 想问先生 是否听说过 实验军少帅 丁淑 我十七岁了 父皇恩仲我开府建阳 这是皇长兄为我选的地方 怎么样 走 齐王哥哥选的地方当然不错 我可不像你 就算满了十七岁 副帅也不会让我单独出来开府的 咱俩好兄弟 我的就是你的 你这次去东海 起码得半年多才能回来吧 听说东海有很多珍珠 你带回了一些 给我当蛋珠碗 至少也得带个 像鸡蛋那样 那么大的吧 鸡蛋那么大 别闹了 哪有那么大 跟你开个玩笑 带个鸽子蛋怎么大的 我试试吧 说了这么多 你到底去不去啊 不去 皇长兄都说了不能去 就是不能去 你真是个死心啊 对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 简直就是对牛谈钱 你就是一头倦牛 一头不知变通的倦牛 我现在一想起眼前的事情 心里面就像有一座冰山被火烤着 一时暖暖的 一时又吐着刺骨的寒意 你知道我这双手 以前也是吻过大功 想过练马的 可是现在只能在这阴鬼地狱里 脚弄风云了 小时候 金飞娘娘经常做点心给我吃 她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样样都喜欢 我回京以后 就见了她一次 那天她拉着我的手说 小叔 你瘦了呀 乃小叔 我知道她心里还是挂念着我呢 我排断她能够等我 可是我现在连这个念想都没 梅长苏不只是灵术 她身上还背负着 七万只眼云魂昭雪的希望 虽然我容貌已变 可是埋在我内心深处 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东西 即使比谁都多 我一定要放入景源身上 那份赤子之心 我一定要换林家一个清白 赤眼中人要清白 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清白 请天眼 我醒小叔 别怕 那些阴暗 那些阴险反途的事情 沾满鲜血的事就让我来做 让我一个人去做就好了 至于将来 这些痛苦和罪孽 要算计他们什么 就让我来背负吧 就交给我来做好了 既然我活了下来 就不会白白地活着 殿下 殿下 小军言 你给我抓住 如果我今天不拦你 你想怎么做 是冲到宫底 逼着皇上把魏征放了 还是带着你的府兵 去玄境寺救人 小军言 你有情有义 可你为什么叫没脑子 十三年前 没领的那场火烧得还不够忘 齐王府的血流得还不够多吗 你到底还想把多少人命搭进去 到时候遇事俱焚 你有何眼灭 到地上去见你的皇上兄 你又有何眼灭去见灵叔 引令二十六年 陛下上是皇子 遭人陷害 是你的铜窗半斗 后来的赤燕主帅灵谢 拼死找回证据面成仙皇 才救回陛下一命 金云二十九年 开门时 武王之乱血洗京城 西境失守 精灵为仇 又是灵帅 他轻率三百级兵 自北京千里京王 血栓三指 封平京城之王 最终力保陛下登基 陛下 尼皇以前 试一属的身份 看求陛下 重审当年 赤燕之安 还请陛下 以为 重臣所请 胜和请礼 臣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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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 是朕的天下 天下 还是他修定日的天下 若无百姓何来天子 若无社稷何来主君 在陛下 心中 恐怕只有微微黄泉 又何曾有无天下 曾几何时 这宝贵 他只是一个疼爱我的舅舅 带你起我妈 可如今我和他之间 却只剩下血汗深仇 你记得吗 我已经当了整整十三年的美长苏 如果到最后 我可以回到灵书的结局 回到北京 回到战场 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 除了这狼牙山之外 在这个世上 曾见过他 还记得他的 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可是在我心里 他永远是金银城内 最明亮的那个少年 没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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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